大家好,歡迎收看Jim & Yuki TV 我是Yuki丸子 我是阿占 我們最近移民到澳洲的香港人 這個移民系列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留學移民兩年半的經驗 你現在看的是第三部份 這一集我們會講關於澳洲的衣食住行 讀大學時候的情況 以及你讀大學期間需要預備移民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看過我們之前那兩集的話 可以在下面下面找回傳送門 我們馬上進入正題 剛剛來到澳洲之後 究竟衣食住行是怎樣的呢? 由醫開始先說 我們穿衣服沒什麼好說 想借這個機會分享一下 我們的隨身物品是怎樣帶來澳洲 當時我們找了一間船運公司叫Seven Seas 我們就運了13箱 每箱差不多30kg的東西來澳洲 當時我們還在香港 他就會上來放下一些箱 然後你配合好東西 你就預約他 他就會上門上來拿貨 就會船運過去的了 那你出發的時候 其實你也未必需要確認他的地址 你可以給他一個暫定的地址 你去到安排好之後 再更新他的地址 但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做的 我們都認識很多人是拉兩個行李就過來的 那住的那方面呢 我就是先來澳洲先的 那我就早過Yuki兩個星期到就先結束了 那我還記得我下飛機的時候就住Airbnb的 然後我第二天就去買車 那就是因為我需要租澳洲的房子 那就要去不同的地方做inspection去看樓 那有車就會方便很多的 你直接跟地產公司租樓 就不是經紀一對一這樣帶你去看樓 而是你在網上就有些不同的inspection time是公開的 那你就自己開車去不同地方看樓 其實就都不一定個個都是整個房子這樣租來住的 你可以住學校的dorm 那學校的dorm可能會貴一些 會小一些 但可能會提供了賤食給你 也都方便很多 還有最後就是住sharehouse 那其實住sharehouse 和第一個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你就想做移房東 還是有人租了那間屋 然後再分租房子給你 那其實sharehouse 大多數都已經是有傢俱在裡面的了 那你拉個行李搬進去就已經可以住了 那但是我們那一隻呢 就是整間都是家屋的 要自己自家屍的 那那個選擇就要看你自己想怎樣了 這個是什麼的 這個是錯誤的 我要吹氣的 不是 我說75個小時之後就會變方值 吃的那方面是怎樣的呢 吃的那方面呢 那當然是自己煮是最好的 如果你在澳洲出街吃東西呢 其實都挺貴的 可能你逛逛地吃一個brunch 都要十幾二十元澳子 在超級市場買東西便宜很多 如果我們要去實習那些 我們都要做一些lunch box 在家裡預備好會方便一些 還有南澳來說呢 個人認為餐廳選擇比較少這樣 那出街吃都未必好吃 那出行又是怎樣的呢 那在澳洲來說呢 那當然就是開車是最方便的 因為這裡的東西不是很集中 如果你不是住在市中心的話 如果你沒有車 那我們有些同學呢 經常看著手機APP去檢查公共交通的時間 巴士或者貨車 為什麼經常檢查這個APP呢 因為他們澳洲的班子可能很疏落的 巴士可以半個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才一班的 有車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那兩科都是要實習的嘛 那我們去我們自己實習的地方 都是自己開自己的車 如果不是呢 你很可能需要多用一倍的時間 才可以每早上去到你實習的地方 那你買車呢 其實都可以好經濟的 那如果你要一個小小的車子 可能五、六千塊就有交易了 那如果你有一萬塊的澳子 已經會有很多選擇 買到一些很好的車的了 是啊 究竟Nursing是讀什麼的呢 阿占 Finders 基本上都是一間移民的U 那Nursing是一個移民科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國際學生 他們都是想移民 七成是國際學生 大概四成左右是Asian 很多都是內地生意 大概有10%左右是香港人 國際學生和地區的關係 都有點疏離 Nursing兩年就有四個SAM 除了第一個SAM有四科 因為Placement比較短 那之後那三個SAM 都是只有三科的 那一科呢 有時候可能只有八堂 一個星期呢 變相只有兩至三天 需要上學 也不是上全天的 那就不要看得好像很輕鬆 因為我一開始都以為很輕鬆 一個星期上兩三天學 但是其實呢 它是有很多reading 要你做 就輕用tutorial的形式 那什麼是tutorial的形式呢 以前呢 我回大學呢 就很多lecture 就是單向教學 很多人坐在一個廣堂上 他就說很多東西 那你吸收了 那就叫做讀了 他就取消了 就變成了 他就想你在家裡自己看reading 就代替了個lecture 就只有tutorial 那uppose 就不是所有的知識 你都在tutorial學的 你應該大部分的知識 是自己看reading學了 tutorial呢 就是問問題 交流 以及給你練習的時間 那所以呢 是很多時間 你需要自學的 上學的生活呢 基本上上 你就會很忙地看reading 去到SAM中 你開始有功課做 很忙的功課 SAM尾呢 你就會是忙placement 那我們四個SAM 每個SAM都有placement 是一個月一個月 以及兩個月兩個月的placement 注意placement 有可能是需要去偏遠地區 我們叫rural area 那大概呢 就是兩個中車程以上的地方 至到呢 可以是十幾個中車程以上的地方 基本上呢 你一定是要搬去那個住的啦 但是呢 這個住宿呢 就不是guarantee的 有機會呢 醫院是會有住宿給你住啦 那但是呢 會是給了有PR的同學先啦 如果你沒有呢 學校呢 是說明呢 就不會guarantee找住宿給你啦 你可能要自己找 我那些朋友呢 他們呢 有些是在facebook找啊 有些呢 有些呢 要住cottage 那貴呢 可能你都要住的啦 那如果你是去rural placement 那些醫院呢 那些醫院呢 就不是很大間的醫院來的 它可以小到好像一間圖書館 那樣啦 可能呢 醫生呢 也都不是長時間 一間二十四小時有在 不過它會有按照醫生的 那可能整間醫院呢 就只有兩個註冊戶士 加一個EN 那樣 其實你是不能選不去rural placement 那它一入學呢 它就跟你說呢 通常呢 你最少去一個 那最後呢 我就去了兩個 而我覺得同學仔呢 都去了兩個 你也可以nomine 舉手說我想去的 那有什麼好處呢 那你醫院的placement呢 是沒有得讓你選擇 preference 說你想去什麼科 沒有得讓你 我想去心臟科 腎科 那它是隨機抽的 那但是呢 rural placement呢 因為比較少人選 那它就會給你一些incentive 它有一個rural的位呢 它就會在一個網頁上 publish出來 那你只要鬥快舉手說要去呢 那你就可以去到那裡了 那你就起碼知道呢 我接下來是去哪一處 因為有時候呢 如果你給它自己派你rural placement 它可能派你一個八個小時以外的地方都不定 那我就可能寧願自己舉手 我去近一點 去過三個小時的 那你回placement呢 其實呢 就有點像上班那樣的 一個禮拜上五天啦 每天呢 就翻足一個shift 八個小時 一對一這樣 趴著一個註冊護士 跟著去做事 那你就是一個叫做superlimary 一個額外人手 這樣去看著你做事 它相信你過呢 會分配一些工作 給你自己去做 那它應該是在旁邊看著你 看看你沒有做錯這樣 這樣咯 考試我讀的時候呢 主要呢 我的GPA呢 是交Assignment去計分的 那會個別有一兩個考試 那主要是Medical Calculation 它不想你計錯數啦 是Pass or Fail 那就不計到GPA那裡的 但是現在呢 好像他們嚴格了一點點 會有一些要考試的科目 Social Work是讀些什麼的呢 Master of Social Work呢 是Course Work來的 那就不是Research啦 那都是一些科目呢 是要做功課的 但是我們的Degree呢 就是沒有考試的 全部都是用Assignment去計分的 剛剛阿詹講到 有很多國際學生都是Asian 其實Social Work Graduate Entry 這個情況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就沒有那麼普遍的 這科應該沒有Lursing那麼多學生 但是大部分呢 有七成都是國際學生 小部分Local學生 Local學生和國際學生的關係 都是疏離的 當你分組的時候 很自然 內地人講普通話 他們就會自己 用普通話 就組合在一起 Local的學生 就會找回Local的學生一起 我們兩年四個SAM 每個SAM有三科 就是讀一些Theory 以及你怎樣跟不同的人口去做事 可能讀Children Women Families 我們都有一個Research topic 但是那個Research topic 是做Proposal的 不用你整個Research 這樣做出來 讀一些創傷 Mental Health Social Policy 社會政策 最重要的是澳洲 很特別的一件事 這裡有一些原住民 Aboriginal and Touristry Islanders 這個是社工界 一個很大的範疇 也非常重視 因為他們之前一些歷史事件 令到這些原住民受到創傷 我們要特別去關注他們 學科不說那麼多 我們Placement 每一年只有一個 不同是Nursing 但是我們Placement 中數來說比較長 Nursing 阿芝慢慢提到 一個SAM有一個 大概是一至兩個月 我們一年那個 就是要三至四個月 Total 社工協會 是要求你 要做到一千個小時的Placement Hour 我Year One 的時候 Placement 就被分配到Community Center 要開車去的 每天早上駕駛20分鐘 搞活動 在社區中心裡工作 我們也有社工 我們 第二年的Placement 我去了一個 HK residential setting 裏面做的 即是老人院 老人院的社工 可能跟老人單獨做一些 組織活動 有很多指標 你要去看著他們的 Quality of Life 他們會不會有一些 Social Isolation Depression 或者Anxiety的情況 你也有機會 去單對單 軟幼 去做一些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根據他的需要 除了做Placement 這個很重要的範疇之外 你其他時間 都是上課 就像阿謙那樣說 你自己安排你的上課時間 即是你上網 上課 可能一個星期 就回三至四天 看你自己怎樣安排 就不要以為你回學很少時間 其實呢 你的Workload 也是很重的 因為你很多時間 都要看很多很多 英文的Readings 你才可以明白 那課說什麼 還有才可以做到 Assignment 你自己的 Motivation 也很重要 還有這裡 讀書的分別就是 沒有標準答案 所有事情 都是大家談 談 不會有人說 禁止你的想法是錯的 你們會不會去 Rural Placement 因為我只有兩個Placement 每一個Placement 要做四個月 我最後就沒有選到去Euro 不然我就要搬離 尖好圈 但是我有同學 都會去Euro Radalys 距離八個小時 等於Cuberpedia 都是要自己安排住宿 情況應該跟讀護士一樣 那讀書期間 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如果你們好像我們這樣 來留學是為了移民的話 而你同時也希望申請到 189和190的永久居民簽證 而不需要等5年的香港Path 我們會建議大家 在讀書期間 好考了CCL翻譯史 拿5分 努力點考英文 這樣你一畢業 就可以用一個較高的分數 去進入EOI 長程EOI是什麼呢? 可以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已經解釋了 特別在英文方面 如果你在入學的時候 還沒考到全7的話 你讀書的時候 就一定要用心思考了 因為你一讀完書 你要拿著註冊護士的牌 拿著註冊社工的牌 你都一定要拿到全7 才可以拿到牌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全7的話 可能你會想英全8 如果拿到全8的話 你可以加10分 大約畢業前一年 你就已經可以考定了 畢業之後 所有的程序 就可以快一點這樣做到 說回CCL CCL就是一個澳洲政府認可的 翻譯機構舉辦的口譯史 考你有沒有一個 將英文即時口譯為另一個語言的能力 是啊 我們叫過膠 我說 他住在我家裡就要乖乖的 不要再見他那班朋友 聽說他們搞毒品的 因為CCL的考期是很疏落的 他可以是幾個月或者半年才有一次 而他出成績的時間也很慢 考完可能要等兩個月才有成績 所以預早一年去考就會比較鬆動 那CCL和英文是 我們當時都有考定的 我們大概在畢業前一年就開始準備要考 在畢業前半年就拿到我們需要的成績 那麽第三部份就大概是這麽多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 或者發現我們有說錯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說回 那麽下一部份 我們大概會說大學畢業之後 我們要申請的畢業簽證 以及究竟我們是怎樣得到永久居民的 馬上去我們的描述 按我們第四部份的連結來看 我們下條片見 觀看見